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Miss Ivy老师啦 今天Miss Ivy老师会教大家关于到什么呢 那么来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会关于到这一个 关于Grammar so今天Miss Ivy会告诉大家 关于Grammar里的in和on啦 那么很多老师会发现到 很多的学生都会关于到in和on 不知道如何要放在哪里 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很有自信地告诉老师 老师我一定行 那么今天我就有三个问题考考大家 到底有没有答对呢 如果你三个题目都答对 那么声明你的英文grammar没有问题啦 那么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也就是说到这个男生 请问他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那么请问被称为叫in the chair 还是叫sit on the chair 三秒钟回答 三 二 一 来时间到 答案是in the chair 你们答对了吗 第二个问题 那么来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 请问这个女生啊 她睡在床里还是on the bed she's in the bed or on the bed so三秒钟回答 三 二 一 来答案是叫in the bed 答对了吗 再来我们再看一个小teddy bed so这个teddy bed呢 请问她是在its in the bed 还是叫its on the bed so也是一样 三秒钟 三 二 一 答案是on the bed 到底又为什么呢 好 来今天miss iv来跟大家解释解释啦 天来不知道大家这三题里面都有没有对了玩啊 但是miss iv跟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叫in the chair 还是叫on the chair的差别啦 so in the chair 被象征为是坐在椅子上 所谓的大家有可能问老师 但是我看过很多东西都有写on the chair的哦 对 你没有错 on the chair的意思被称为是讲到 东西悬挂在椅子或者是放在椅子上 才被称为叫on the chair 而不是坐在椅子上 如果坐在椅子上 我们被称为叫in the chair 有问题吗 有any questions 请往下留言 好 来 接下来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女生啊 她睡在床 so like 老师 明明你就说她睡在床上啦 为什么她叫in the bed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 in the bed 被称为是讲到 她睡在的是被单里 OK 她睡在的是被单里 那么如果她是讲到 it's on the bed的意思 被称为是讲到 这个洋娃娃 她是放在床单之上 so这个被称为叫 it's on the bed的意思啦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着如果很多学生都会问 老师 那么来 如果我今天是在那个电器的前面 那么我应该是要讲到in还是on 当然的miss ivy这边很明显的写到下去了 是用在on的 就比如今天 就比如今天 OK 好 我正在上网 on my laptop on my tablet on my computer and on my phone 我查到了 is the information on my phone so 这个就是讲到on 那么如果你是说到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到in OK 好 来 in my laptop 的意思是讲到 诶 我正在坐在我的laptop前面 明白了吗 so 这个小小的知识 希望大家 ok 好容易的去明白和理解啦 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往idea education centers 来找我miss ivy询问了啦 so 今天的小小分享 就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拜拜 再见